沿著古領街這一帶 這些日式建築 室內比較寬闊 院落也是比較大的 都是給高等所謂的文官來居住 因為它是比較高階的官室宿舍 所以今天完工的這個成果 讓大家可以去見證 它以前那種生活的情境 在我們把它修好之後 怎麼樣能夠讓它 有更好的運用方式 它就要回到 它應該要服務這個社會 它的文化教育的功能 感覺到現在的這邊 這樣就行 我們有一個